大家好,我是星儀正義齊 今天很高興要和大家分享到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因為今年是美國台灣關係發了四十十年的日子 美國在台協會在台北101的大廈外牆外頭的點燈 象徵著美國和台灣的友好緊密關係 不管我們台灣人民是因為中國給我們區域的時候 美國的概念跟我們賣三天賣 幾天前美國在台協會的柱頂司徒雲 在一個台灣管理法四十十年的演講中 說台灣管理法是中華民國和美國等到之後 從美國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構的時候 他們台灣管理法是一個希望 這個希望就是台灣和中國的問題 理論上要用和平的方式來改善 第二個希望就是如果中國用很和平的手段 包括經濟進運或是經濟制裁的進運手段 來對台台灣的位 這樣對美國來說 這都是為害到世太平原的安定和和平的影響 美國絕對的嚴重的關切 但是這樣就代表美國真的 中國給我們區域的時候 跟我們台灣幫助嗎 不一定 他司徒雲一定會改善 剛好因為我也有參加 所以我問司徒雲一個問題 司徒雲真的不太好回答 所以他只能說什麼呢 這是台灣人民的愛記憶 而且台灣人民要仔細的思考清楚 在《被討厭的勇氣》這本書裡面說 可以 好不好 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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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討厭的勇氣 剛好 真的剛好 很剛好 之前我們的所謂的 耐清德跟蔡英文他們的初選的情義 後來變成英德混戰 英國跟德國的混戰 搞到亂七八糟 我之前在後面裡面 可能中國都會利用這樣的一個混戰當中進行分化 所以 我們台灣人民可能要輸到這件事 想要護台房中很重要 我跟大家報告 教我們這本書 叫做《被討厭的勇氣》 所說的東西 有關的 我們首先要面對這件事 什麼是你人生的副庭 什麼不是你人生的副庭 要台灣人的副庭是什麼 他現實是 要來扮演到一個角色 那個角色就是 要將他現在的紅色的滲透 把它稱呼出來 這個是護台房中的意義 如果你每天都來講 大家說護台房中 讓我們這個王國間的基礎上面 讓大家知道 中國的勝利 很重要 請注意 護台房中法 這樣真的有可能 台灣人民 危機卡提升的 提升的 做護台房中 人家最高級的 公民社會 嚇到頭前 引臨民進黨 請進的這個場景 大家驚動騎出來參與 護台房中立法行動法 大家驚動騎出來參與 這開始成功 護台灣代表的一個運動 公民最高的運動 與其期待別人 不如期待自己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告訴我們 總共媽媽好 娶旗賽 請用 給我們 只要驚動騎出來 我須以隨意 下屬要再回囉 我繼續回來 護台房中 拜拜